嘿喲聊四季 天眼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Nio 今天要來看波蘭人對上土耳其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那我們先看一下紅方是選擇了波蘭人 那波蘭人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他的大中原 在旁邊撒農田的時候 會獲得8%的食物的立刻採收量 那這個能力的到後期 可以讓波蘭人的肉量非常的多 至少可以領先一兩萬對手的肉量 那波蘭人這個能力之外 他挖石頭的時候還可以獲得黃金 所以他在一些競技場塔攻的時候 或是打一些封建插塔戰術的時候 會比對手的經濟力再好上一點點 所以波蘭人其實也算是一個很好的塔攻的文明 那再來就是因為他的村民封建時代開始 由於回血 所以塔攻的加成算是非常優秀的 那波蘭人後期主要是打一個 工兵步兵騎兵入線 都可以的 步兵也有強奴 啊不 工兵也有強奴 步兵的話有這個戰錘兵 那戰錘兵這個單位呢 是遠防高血量度的單位 那他的破防效果也是非常優秀的 但是遇到這種防禦比較低的單位的話 效果其實沒有那麼明顯 例如什麼駱駝啊 或者是駱馬之類的 垃圾兵之類的感覺 就會非常的薄弱 但是打這種條盾啊 貴毒鐵群啊 他破防效果就會特別明顯 因為我有看到觀眾 在說戰錘兵的破防效果 沒那麼好的感覺 我就說你可能遇到 對方出落馬 或是戰毛兵的關係啊 所以這個破防感覺有跟沒有一樣 那其實還是有的啊 但是要對上那種高高近戰單位的防禦 或是高遠防單位 才會有感覺 好 那繼續講波蘭 那波蘭的後期 有這個烈克提克遺產 這個所謂的大落馬 踐踏傷害的效果 這個效果呢 就讓他 跟霸戰艇的聖騎兵 後期 這個後勤科技一樣 有這個踐踏效果 而且重點是波蘭 他這個踐踏效果的落馬 是不需要黃金的 只有升級需要黃金而已 所以就變成後期的破蘭龍 非常異常的可怕 那如果有看我們昨天的影片的觀眾們 就會看到這個後勤聖騎兵 非常的強 那波蘭人的後期大落馬 也是這麼的誇張 但是也沒到聖騎兵這麼屌 因為聖騎兵會很強 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他有對抗這個駱駝的額外增傷效果 他抗騎士的傷害減免很多 所以他坦度非常十足 而且打步兵有額外增傷 但波蘭雖然有這個後勤 傷害的效果 但是他遇到疾病的時候 還是會非常痛的 但還好 土耳其人這個文明是沒有疾病的 連重裝長槍兵都沒有 好 那波蘭人後期也可以打這個重裝騎士 我們俗稱的貴族 特權騎士 黃金只需要30而已 所以比一隻公兵還便宜 所以喜歡玩馬國的玩家 也可以試玩波蘭 那公兵路線也可以練到 而且他有大衝車 大衝車戰術也可以稍微練 總體而言破蘭人算是一個全面性能文明 什麼戰術都可以玩得到的 所以我蠻推薦 新手一起來玩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土耳其 那土耳其人最大特色是他挖金速度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因為他天生就有20%的挖金速度加成 那土耳其人的其他特色呢 是他的火炮術 他後期的金冠火炮術 可以讓他火炮射程非常遠 這個能力跟波西米亞流彈炮其實有點相似 那土耳其人後期主要還是打這個 土耳其火槍兵跟這個大洛馬 還有這個馬功 那大洛馬的部分呢 是主要是在於 他是可以免費升級之外呢 他洛馬還有外的遠防的效果 所以他的大洛馬的抗箭矢能力 其實是遊戲裡面最強大的 那土耳其人的大洛馬 免費升級又高遠防效果 那馬功部分呢 又是血量最多的馬功文明 那後期的文 打法呢 還是比較偏向於 駱駝馬功落馬 這幾個 東西做為賭成 還有這個火炮 那接下來來看一下 這個兩邊怎麼打 那土耳其人 因為他的垃圾兵 不能升級的關係 所以主要他還是要靠 黃金兵種來作戰 因為他沒有槍兵的升級 也沒有毛兵的升級 只有這個大洛馬免費升級 所以土耳其人 比較需要掌握的事情 就是 不能讓對方空到金 地圖控制來說 可能需要一定的了解 才會玩得好的文明 好 好 那我們看到 普蘭人這邊 以上封禁是在直接先點 一級農一級末 那稍微解釋一下 普蘭人近期的打法 是比較適合打這個工兵開局 肉馬開局其實 會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成型 最主要是因為 如果他點了一級農之後 他這個木頭量會非常 這個肉量會非常的缺乏 所以在前期 你這個極限打肉馬的話 很容易讓自己 會落入一個 只能出個一兩隻肉馬 然後就斷肉馬的一個窘境 因為你的資源量也跟不太上 但如果是打工兵開局 或是垃圾兵開局的話 就可以減免掉這個問題 那等到後面大莊園 農田灑好之後 這個肉量起來 再去打這個肉馬 也不遲 有可能灑起來 就直接挖金化出小弓了 槍毛弓 開始潛壓 可能刺猴就不出 那撐爆時代再轉騎士出來 是一個比較常見的破爛流程 這是我最近打破爛的心得 因為我發現我每次打刺猴 都很容易打輸對手 最主要是因為點了這個一級 一級農的關係 而且肉量也很容易拚輸對手 因為前期的破爛肉量加成 並沒有那麼明顯 好 看一下這邊 能不能抓掉 喔 這邊反應很快喔 這場比賽也是兩位頂尖選手 HART跟HERA HERA這邊土耳其人 他應該也是有一定的了解 知道自己的金還不錯 可以先控住 HERA這邊的金在後面 其實就對他來說 這個文明是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好 這邊肉碼卡一下位 死一村 好 單吃偶一掉了 好 當然 這樣已經賺了 這樣破爛人就很賺了 好 那由於對手 破爛人這邊是打一個 垃圾兵戰術 所以土耳其人這邊挖黃金 出弓兵是被壓制住的 那這邊弓兵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去點對方的槍兵 只要能點到對方槍兵的血量 就可以出多一點的肉碼 然後就可以反擊回去了 好 OK 這邊HERA打得非常漂亮 好 先點掉了一隻槍兵 再毛兵第一時間也過來打 好 那這個開局模式的這張圖 簡單評分一下 這張圖對HERA來說 是非常有優勢的 因為他的地圖分布來說 是金空在裡面的 而且地圖分數也蠻高的 也蠻好圍的啦 所以大概至少有七八十分的分數 那為什麼會這麼高分沒有到滿分 原因是因為他的地圖還是有點偏大 要圍大一點才可以圍得好 看這邊其實要圍蠻大的 右邊這邊也是 這邊圍圍 這邊是還好 主要是左邊的問題 而且這樣子一圍圍大的話 基本上所有的資源都在裡面 而且還有一塊附巾在裡面 因為一塊附巾也沒有離自己太遠 所以這個分數會很高 像這種地圖 大家應該都知道要怎麼圍 所以就不多說 那果子也在裡面 所以這個前期 HERA來說算是蠻舒服的 前中後期都是 那為什麼說前期會很舒服 HERA卻被壓制住了 主要是因為破爛採取了 垃圾兵戰術 所以這個打法會讓HERA 打這個黃金兵這種優勢的文明 會比較難受 因為他本來就是 挖黃金就有優勢的文明 自然會就是出小攻 所以HERA可能有顧慮到這一點 對方是兔爾7人 所以打這個黃金兵種的可能性 會多一點 確實也是如此 那這邊HERA這邊 要繼續這樣打的話 HERA就只能轉這個 弓兵配肉馬戰術了 肉馬也要控得很好 才有可能 不被這個槍兵給戳到了 好 那這邊補下了一擊射 目前破爛這邊大圖 中原已經補下了 破爛這邊地圖 就稍微爛了一點 這邊還要圍一下 右邊這邊還要直接圍到底 左邊部分呢 也不太好圍 可能要這樣子圍圍圍圍圍 才能圍好 圍圍非常大 但他這邊是選擇小圍 但小圍對破爛來說 是非常不好的 因為他小圍的話 很容易被這個大中原 就被控制住了 可能就這三四片田被控 或是這外側的大中原被控住 造成他沒法正常灑農田 讓他肉量就會短缺 造成他後面的大肉馬出不來 烈克提克遺產也出不來 什麼東西打不出來 就很麻煩 Hera這邊點下城堡賽 以及農野補了 這裡補下了一個馬舅 這個馬舅應該是要出駱駝 因為土耳其人的騎士雙也可以出 但是他騎士是不能升級的 所以後期的土耳其人 通常還是打一個駱駝開 會比較正常一點 不好意思 這個騎士我跟正影講 騎士可以升級到重裝騎士 但是沒有遊俠 記錯記錯 好 那土耳其人這邊是 打這個駱駝開會比較適合 畢竟破爛人嘛 打這個馬的可能性也是偏高 好 那這邊應該是雙馬舅嗎 還是單馬舅 單馬舅 OK 好 這邊繼續騷擾 但黑亞這邊有點無動於衷 就讓你打吧 好 槍米再過來 好 偶銘看到槍米過來 先過來 要怎麼打呢 好 那托魂其人這邊出工兵還有一個小小缺點 就是他只能升到奴兵 雖然城堡時代沒什麼問題 到地獄時代的話 就會有感了 但現在還是可以多出點工兵 因為城堡時代有奴兵的話 還是有一個很好的發展空間 好 這邊升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補下了一堆弱馬 直接變成輕騎兵 好 弱馬會自動升級 好 這邊要硬卡嗎 但是工兵 這個槍兵在這裡有點麻煩 好 點下了二級一射 二級木也補了 OK 二級木一定要先補 好 上走 好 這邊能不能 做到點事情呢 看一下克里亞這邊的奴兵 要不要趕快先補一下 哇 還沒補 這麼缺肉的嗎 弱馬暗太多了 黃金也不太夠 大家要黃金出來充分都要補一下黃金了 這個一級絕金不知道有沒有補 剛剛沒看到 有點忙 他先補木頭 他可能要先開城鎮中心 然後開個石頭 挖石頭 然後開始農一下3TC 然後補下了 奴兵 工兵出來還是有點少 七隻而已 那以上城堡時代的破爛人 點下了品種 跟地理的城鎮中心 莫名是三個大莊園在噴肉 那其實破爛人 只要兩個大莊園 蠻彩的話 基本上3TC的肉量 一開始是可以支撐得住的 那到了後面要出馬那些 然後轉出第三個 第四個大莊園 我怎麼在那邊投射馬 偷砍馬 太過分了吧黑拉 其實我不太知道這個馬是 只是裝飾還是怎麼樣 應該是裝飾啦 根據我玩了 將近十年的世紀帝國 從來沒有辦法看到馬變成 自己騎兵之類的東西 只有那個戰役裡面 要把這個馬放到自己的營地裡 會變騎兵的 但是那個是戰役裡面才會出現的事情 好這邊看到騎士拉了出來 清騎兵 清騎兵有點難扛得住 應該靠下奴兵輸出 那破爛這邊 有人會說 欸破爛這邊打騎士 會不會花太多黃金了 答案是對的 會非常會 會花黃金 但這個是必須品 這主要是因為 破爛人不打騎士的話 太龍被壓制住了 那還是要先出一些正常騎士 跟對方對打 那貴族特權 這個科技喔 真的是要等到一定的時間點 再去出會比較好 就例如你開始開採石頭阿 然後 有讓我開始 打一些特殊的戰術 例如這個 弓兵 轉弓兵阿 或是轉垃圾兵開戳阿 然後 黃金跟食物比較充裕的時候 再去點下這個 貴族特權會比較好 好這邊兩邊互打 騎士 開始被壓制住了 有沒有 那這個駱駝一出來 破爛人的騎士 就顯得有點無力了 然後這邊毛兵還在繼續打 好 繼續出出 硬投對方的工兵 效果還不錯 但是自己的騎士死得差不多 但對方駱駝也是 扛不太住 哇 這一波波蘭的錢壓大獲全勝阿 貝拉爾這邊損失了自己的前線所有的單位 剩下波蘭的單位活著 好 剩下的弩兵先回家 再補一個馬舟 修造院 修造院的話可以抗 抗對方騎士的正面騷擾 可以給對方一些壓力 好 這裡果然開下石頭去喔 第三個成人中心都補石頭會比較好 他的石頭在左側 好 那這邊有石頭的話 待會成人堡就會蓋這個位置喔 可以守這個金 然後也可以守一下門面的這個位置 而且是高地 個人還蠻推薦這個位置的 再來如果要再蓋的話 就是蓋這個位置吧 這裡也是高地 而且也可以守到這個 比較危險的窄口 兩棟城堡 基本上就可以守住破蘭的門面了 那破蘭這邊點下 一級絕金跟二級伐木 哇 這個二級伐木有點慢點 好 沒有關係至少記得補下 第一波大戰打完 看一下左右兩邊 好 都已經圍好了 這個就是有點天土啊 黑拉這個其實有點天土 四塊墨區 蠻舒服的 雖然這個墨區都是偏正面 被弓兵騷擾還是有點麻煩 好 那黑拉這邊就去打騎士 那其實破蘭還有個打法 就是這個時候可以轉成奴兵 奴兵開 雙射電場開出奴兵 然後 騎兵的數量 就是去用剩下的騎士去保守 遇到對方駱駝啊 你就可以用弓兵 直接射爆他的駱駝 然後對方出太多僧侶 你也可以用自己的奴兵給射爆 騎士就變成輔助的角色 這個算是我自己玩破蘭玩到蠻 打出這個新的啦 就是這時候的轉兵 會讓對方非常困擾 尤其對方是有駱駝的文明的時候 他出非常多駱駝 然後想要壓進你的騎士 結果你才發現 破蘭人根本沒在出騎士 出了一堆奴兵 然後他又不能打駱駝兵 然後出了錢就被迫打 被迫打這個奴兵 然後你自己破蘭人再生一下駱駝兵 這個奴兵配駱駝 他的生侶跟公兵 就會顯得非常無助 這個有點有趣喔 破蘭人的轉兵 是非常有變化的 好 右邊非常多的房子 這裡可以再補一個 右邊就可以大致上圍好 但這個木材稍要補一下會比較好 太龍被打破了 好 那黑拉這邊點下了 二級房跟品種 駱駝已經開始升了上去 好 破蘭人這邊點下了一級弓 還有這個瞭望技術 好 好 上方直接高打低 結果直接被找走 哇尷尬 兩隻騎士被招走 可以招回來嗎 法判變成騎士招回來 但是直接低調 駱駝 上了高地也不能打 好先拉走 明智的選擇 好 3TC農上去 這個大棕園越傻越拖了 5個大棕園 那大棕園的價格也是比較貴的 它是要125木頭的 但是它可以增加5個人口的這個房子 就可以把它當作移動房子的這個東西 所以其實可以補人口還不錯 額外效果 好 好 現在這個高地補一下血 生物沒有繼續撿 這個有被對方的突襲的弱馬 可以抓到 好 這邊有看到一個聖物 好 血基本上補滿了 好 突襲仙人補下了二級農 破爛這邊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那這個長槍兵呢 它不能生到疾病的關係 所以破爛人對付城堡時代的駱駝 還算是有餘力的 那重裝駱駝也是稍微能扛 那遇到地龍時代的地龍駱駝啊 會比較難打一點 這是破爛的一個小小的弱點 但遇到地龍駱駝的次數其實很少 那通常破爛人要對付駱駝的話 只能用這個大量的重裝騎士 或是用這個強弩去射爆對方的駱駝 會比較有效率一點 其他方法都是比較沒有那麼有明顯的效果 還是要用自己的槍兵去擋 所以哈特這邊轉出重裝長槍兵 我覺得是非常OK的一個選擇 稍微加速一下下 看一下兩邊帝王時代怎麼打 兩邊看起來是沒有要開戰 好先點下了自己帝王時代 可以帝王三分鐘 大概差了一分而已 什麼 成堡這邊補在中間位置 欸!結果補在平地不是高地 這個是不是 有點不太懂 他補在高地也可以啊 他突然取消蓋在平地 好沒關係 來看一下2級1房 黑亞也補了 黑亞這邊3級房也有 脫妓人基本上三攻三防都有 這邊看一下 這邊破爛人轉出了戰錘兵 戰錘兵破防效果 對夫駱駝真的是很癢 這邊生女直接招一波 直接被輾過去 破爛的軍隊比較多 而且有重裝長江兵在的關係 所以讓黑亞不太敢真名繼續硬打 這一波單位非常的經典 不騎作戰 破爛非常多 在下方27個 城堡普在左邊 這裡可以稍微手殺一下金 現在黑亞這邊被對方蓋起這棟城堡的話 其實會有點危險 不是黑啦 黑哈特 這盡可能這波要跟對方硬打會比較好 重裝長江兵上前硬搓 不能讓對方蓋 這邊敲了一點點喔 4% 趕快滴掉 他知道這個不能讓對方蓋起來 蓋起來的話就會難打了 補下重裝駱駝 跟三級弓 看要不要自己把這邊城堡蓋起來 那黑亞這邊很急需要這塊黃金喔 這塊金他想要搶下來 而且這樣控圖來說對他自己比較有勢一點 讓對方出兵怪燒的範圍 這個路徑會比較更偏遠一點 好 換了這邊點下了印刷技術 還有這個重裝騎士的升級 好 這邊稍微打一下 好 把軍手給逼了回去 三級射也點了 槍兵跟戰錘兵到了前線 OK 這邊 真鋁 剛好卡在這個位置 繼續招 哇 真鋁來不及走 可能 哇哇哇哇 在戰場中補血 好 哈特這邊有石頭了 開始直接在前線 蓋起來城堡 OK 這一張圖讓他控起來的話 黑亞就會難受 那黑亞這邊可能要考慮轉六邊了 好 兩兵繼續瘋狂拉扯 那為什麼黑亞這邊不繼續正面硬打 他現在其實在用自己的火槍兵喔 去做一個甩槍的動作 瘋狂甩槍 去poke對方的血量 其實戰錘兵他雖然血量多 但還是會害怕火槍單位的 還有工兵單位的 等下數量夠多的話還是沒有問題的 雖然土耳其火槍兵對步兵沒有增傷效果 一般火槍兵才有 但基本上他這個傷害 還有這個準度 就已經跟火槍兵差不多傷害了 但沒有升到精銳之前喔 就是比火槍兵稍微弱了一些 一般的火槍兵 因為他的一般的精銳火槍兵 是有這個22攻傷害的 傷害是蠻多的 好 這裡補下精銳奧不齊戰錘兵 奧不齊戰錘兵攻擊10加2 然後2加1 2加1 3防點完之後 遠防會到6防 其實蠻坦的 這邊再繼續拿一下 OK 這邊繼續Poker 好 印刷技術 直接把火槍兵給逼退 招到了兩支火槍 稍微反擊了一下 鯨魚頭司機拆掉了兩座馬舅 右邊這邊要看有沒有偷挖黃金喔 這邊拉了一隻村民 來看一下 就什麼都沒看到 看了一個空虛 右邊繼續往後探圖 這個時間點探圖真的蠻重要的 好 後來這邊插了一個箭塔 爐他的墓區 笑死 火炮這邊補下兩座 待會要再補下火炮術 OK 鯨魚頭司機這邊要趕快撤了 火炮一出來 鯨魚頭司機就不能太放肆了 要趕快走了 哇 被射掉 沒有空到 沒有空到 鯨魚頭司機也已經升級好7加4 攻擊力已經升滿升好了 兩邊都打得非常謹慎喔 都不太敢直接交戰 那破爛人這邊已經滿人口了 二級工兵鎧甲 這邊稍微買賣一波 對阿 這邊黃金眾多 好 那土耳其人都點下金冠了 我們說的炮兵喔 也是俗稱的火炮術 火炮術呢也可以讓這個火炮塔增加二攻射程 所以土耳其人在一些團戰來說 空圖有點像是類似於這個韓國的存在 應該說朝鮮 朝鮮存在 因為這個火炮術可以讓火炮塔打得更遠 空圖也是有很好的防禦力喔 好 這邊大羅馬繼續噴得出來 好 這邊大羅馬繼續噴得出來 那現在大羅馬的防禦力是很高的 好 遠防漆 很坦的 成人中心怎麼射都是一滴血喔 好 那這邊火炮再度解掉了 巨頭 好 火炮術一毫射程直接變成 十二加二 十四射程 好 這邊突然開打得起來 戰錘兵在前線坦入所傷害 重裝騎士在後方輸出 火炮術這邊砸一發 這一坨的重裝騎士直接被打到殘血 單數量不太過 只能先行撤退 那為什麼突然要出奧不騎喔 奧不騎最主要是當坦克的用途喔 來是想要吸收對方駱駝的傷害喔 他主要的輸出是讓自己的重裝騎士 這個傷害喔 那突然這裡沒有轉強奴的原因喔 有一部分可能是會顧慮到對方火炮輸出來 自己的強奴也不太好 有這個輸出的空間喔 所以才轉出自己的重裝騎士 還有這個奧不騎 那我是覺得這個情況下喔 轉奴兵的話 奴兵配大洛馬 烈克提克遺產 還有這個重裝堂槍兵啊 跟奧不騎的混搭 可能會更適合一點 但這樣出兵其實出的很混 這個攻防要一直升 甚至會有點累 但是哈特這邊是依舊想要使用大量的重裝騎士 配上奧不騎戰錘兵 正面硬扛 那黑拉這邊一直把自己的火槍兵保護得還不錯 17隻的火槍兵一直在後方輸出啊 正面一致排開打起來大洛馬 重裝騎士直接損失慘重 剩下的奧不騎也是用自己的火槍兵給解決掉了 黑拉這邊獲得了一個小勝 自己也是損失非常多的駱駝 左邊這邊又繼續偷搞了進去 打破了一個洞 哇 這邊騎士沒有空好 被射死了兩隻 這邊突然點下了 烈克提克遺產 開始要轉出大量大陸馬 哇 這個火砲術太狠了 直接砸掉了三隻奧不騎 這個火砲有點麻煩 五隻 五隻火砲在後方 這個距離真的遠了 火砲術真的難纏 那黑拉這邊的重要的一個東西就是 要繼續把這邊扛住就可以了 然後再用自己的火砲術火槍繼續燒囉 那黑特這邊可能就是 他應該是哈特 不是黑特 哈特這邊可能要趕快打多線 然後拍一些啟命到後方 但其實你看看KR的城堡分布喔 算是蠻均勻的 基本上家裡的資源都已經控得到了 離城堡都不會太遠 好 這邊再回一下高地 這邊有個小小高地 上了高地之後原地開設 一致展開 兩邊的血量掉的差不多 但是 哈特這邊的損失更為慘重 這一坨的火槍兵 拖起火槍兵已經殺了快100隻的單位了 89 那是89啊 兩萬拿槍合理 OK 二三隻火槍兵繼續往前推 哇 火槍兵難解啊 然後 然後 這邊 唉唷 呵呵 剛剛這是預判嗎 再預判一下 哇 還好他往後拉 不然這大肉馬就要損失掉一大坨了 好 不然這邊 一騎兵是血量100滴血了 94滴 94攻 9加4的傷害 13攻 但這邊感覺有點扛不太住了 好 現在只用肉馬扛的話 一定要抓到後方的兔爾七火槍兵 才有機會 那現在 哈特的肉量也不太夠 即使破爛機轉出火炮 有一點打不太贏 因為他的火炮 是射程正常的 不像兔爾七龍有火炮處 這麼遠 好 上方大肉馬直接殺進去 即殺掉了一些大眾的村民 哈特這邊其實有點難打得下來 不太好守 火槍兵依舊打得很好 這些駱駝也是一直保守在這個地方 沒有往前衝 反而是用自己的大肉馬 去後方騷擾 這個決定非常正確 只要正面一直有 駱駝在 突然就沒有機會突尾了 哇 純寶又掉了 左邊這個駱駝碎挖桿 但是 沒有足夠多的 肉量可以轉出 兵防守 因為大眾人只要被騷擾 完全沒有人在農田上 直接打出了GG 突爾七龍這一把 打得真的是屬實漂亮 火槍兵一直被保護住 瘋狂色色 火炮出來之後 完全沒有這個 反擊能力喔 自己的工程器也沒有辦法反擊 只要巨頭一架小 火炮術就已經對著你的巨頭了 等你巨頭打出一發的時候 火炮術的子彈已經落在你巨頭身上了 這個是突爾七龍 後期很強大的地方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 HART這邊拿下的肉量生流 就兩邊的肉量差不多 那最主要是因為 破爛這邊的肉量其實沒有補得非常多 那黑牙這邊也是很注重農田的關係 所以兩邊經濟差不多的感覺 好 那看起來兩邊經濟差不多沒錯 好 那黃金上也是喔 木頭也是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支影片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感谢观看